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录制的 能演说在这个3万9000美金录制的 能演说在这个位置之后 又进行一波的一个冲高之后 又进行一波的一个回调啊 冲高之后进行一步的回调啊 那么果然是啊 依照冷眼的一个方法进行一个走势啊 那么他是在这个位置进行了一波的一个上冲之后啊 在这个位置上冲之后啊 出现了一波的一个回调啊 果然出现了一波的回调啊 上冲这个4万美金之后 4万多美金之后啊 然后出现了一波的一个回调啊 和冷米点的判断一模一样啊 昨天的回顾昨天的一个视频啊 进行一个判断啊 那么下跌大概是有4000美金的一个回调啊 那么这一波的话 我回调 我们是吃到这一波的一个肉了 我们在一个39500美金的 位置上冲 然后在这个位置做空啊 做空一直做空到一个 37000啊 37000美金 还有一个37500美金的位置 做空到这个位置啊 做空到这个位置啊 所以说这个波我们的利润是拿上来的啊 拿上来的 然后啊 这一波的话啊 出现了一波的一个啊 然后啊 如期而至我们 我们说到之后回调之后又进行一步反弹啊 又运行一步反弹 那么果然是出现了一波的一个反弹啊 但是啊 它继续的冲破了一个历史新高啊 达到一个41,900美金的一个高度啊 然后啊 随着这一波的一个回调之后啊 那么目前是在这个啊 41,000啊 41,000美金啊 41,000美金 接下来应该怎么走呢啊 那么能眼的判断是啊 怎么进行判断呢 能眼的判断是 冲高之后 这一波的一个冲高照回调啊 在这个位置 出现一个回落之后啊 那么目前的话的这个态势啊 依然是在这个布林带的一个中上方的一个一直运行啊 说说这一波的一个上涨趋势啊 依旧是存在了啊 有可能会继续 走一波的一个冲高啊 冲高之后啊 冲高之后啊 这一波冲高之后 怕的一上掉下来啊 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回调 现在的话啊 有可能是一个啊 急需要调整的一个过程啊 这一波有可能会回调到一个啊 回调到一个 三万 37,000多美金啊 回调到这个位置啊 然后在这个位置盘整之后啊 又震荡一下啊 震荡一下回到一个3900美金 回到这个3900美金之后啊 啪的一伤啊 掉到一个34,000美金 34,000美金 啪的一伤啊 继续掉下来啊 反弹 也要继续下跌啊 说说这样的剧情啊 根据冷眼的主板的一个判断了 那么他是按照现在 剧本是一模一样的剧本进行走的啊 那么接下来啊 明天他会不会继续 进行一步反弹之后啊 快速的进行下跌的有 也有可能现在这个位置进行啊 直接是走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直接是走这一段啊 要反弹了 那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 取啊 在这个位置属于一个风险啊 风险地带啊 对不对 在其实位置属于一个风险地带 对不对 所以说总体的判断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就属于一个风险的一个低段啊 这一段 对不对 这一圈都是一个属于一个风险的一个情况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一段就是一个风险的阶段 所以说我们在开单的同时啊 一定要注意一个最高的一个情况啊 最高被套住的话 你就一套就套几年啊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想要不被套的话就是啊 顺势而为啊 顺势而为啊 直接是顺势而为啊 接下来进行一个波的一个操作啊 操作 所以说啊 这一块的话 大家一定要安排好了 这个动作啊 波选择追高啊 现在已经非常高了 即便他继续上行到5万美金啊 他的涨幅只有10%多啊 所以说 20%的一个啊 上涨 如果被套的话 直接是套啊 套6 60%啊 就是套在啊 直接把你套在一个4千美金4万美金啊 我看你怎么办啊 对不对 一旦被套住的话 你很难进行解套了 在这个高位的时候 说说在上方的话 有筹码的话 尽量在这一 这一片的一个区域里面啊 这一片的区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域啊 我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挺行一个抛售啊 否则就会啊 产生啊 不必要的一个亏损啊 不必要的亏损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啊 心理准备啊 心理准备 在这个操作的一个同时 一定要注意一个抛售啊 抛售一个逻辑啊 把自己的一个 啊 一个逻辑弄清楚啊 那么 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 啊 就不会实现一个亏损 对不对 所以大家在操作的一个同时 一定要注意一个啊 一个操作啊 一个避免啊 很多的一个亏损 对不对 目前的话 它会出现回调的 说说 它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版本进行走的 啊 说说 这一步的回调啊 直接是几千美金的一个回调 啊 也可以说上是是啊 百分之十多的一个回调啊 如果啊 今天能够继续的回调啊 百分之十多的 啊 一个回调的话 那么 接下来 它会继续的进行下一个版本 反弹之后继续进行啊 百分之十的一个回调啊 那么 这里苏捡百分之十的话 大概到是到一个三千六百美金啊 这个位置三千六百美金啊 然后反弹到一个三千九百美金啊 在这个位置啊 三千啊 三千六啊 三千八百美金啊 这个位置 对 三千八百美金 再跌百分之十的是等于到三千四百美金啊 这个位置就是三千四百美金 要反弹啊 反弹 反弹百分之五左右啊 然后就 反弹百分之五 那是多少 三千六百美金啊 三千六百美金继续下跌啊 怕的一项跌到两万八千啊 怕的一项跌到两万八千 所以说未来这几天的一个剧本 冷眼已经帮你写好了 所以说你在被套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一个解套的一个风险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解不了套的话啊 恭喜你 你解不了套了 拜拜啊 兄弟们啊 你永远是被他套在这个牛市上面了 永远翻不了身了啊 目前我认识了很多大户已经套现了赢了一百万美金了啊 已经赢了一百万美金了 他们已经选择套现了 明白吗 他们在这个牛市当中已经赚到钱了 不玩了 明白吗 人家已经不玩了 说说都在进行套现啊 只有一些韭菜啊 再进行一个抄底啊 因为已经非常高的一个位置 还进行抄底的话啊 完蛋啊 去找完蛋 我认识很多大户都已经套现了 现在 包括我 冷眼已经进行了很多的一个套现了啊 说说啊 现金在手啊 天下我有啊 走在一个江湖当中啊 不会啊 你即便他涨到五万美金 我也不需要 对不对 我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对不对 我在这个上涨公司 我在这个五千美金进场的时候 我现在涨到多少 涨到八倍 八倍的一个距离 那我拿到现在我赚到多少钱呢 对不对 我买一百万啊 我就赚八百万 对不对 赚七百万 说说在过程当中啊 很多人在这个操作啊 都已经赚到钱了 甚至我还有几个啊 套现了一百万美金 两百万美金的都有啊 但是啊 这个套现的过程当中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动卡的一个风险啊 很容易被动卡现在一个行情的话 所以整个整个行情都非常活跃啊 你包括比特币在链上的话 非常活跃啊 有甚至有五万多啊 比没有确认的一个啊 转账的一个记录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大家在不停的套现 在这个疯狂的一个阶段的话 大家都近乎疯狂 疯狂的马入 疯狂的马入 但是在最后啊 都是 鸡毛一片啊 鸡毛一片 能演在一个大脑 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两次牛市了 对不对 我 经历过啊 一三啊 一七啊 对不对 这些牛市我都是经历过的啊 所以说我在过程当中 我是有经验的 我是个 有这个方面的一个直觉啊 对不对 凭借的这个一个盘点盘感的一个判断啊 你大概能够判断的出来这样的一个行情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个风险啊 在赢钱的东西当中啊 你赢了 你赢了几百万 对不对 就很正常 对不对 在这个 在这个市场里面就进行套现啊 因为有很多的一个大户 包括金鱼已经疯狂的一个套现了啊 对不对 套现了一万那个比特币多啊 在这个在这些位置 对不对 一个暴跌啊 对不对 就是一个大户的一个套现 在这些位置也有很多大户的一个套现 所以说这个不断上涨 不断套现 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出入 就是我们散户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思维啊 我不是告诉你啊 这个市场不能进场了啊 我不是告诉你这个市场不能进场 而是告诉你啊 我们应该有进有退啊 有赚 有舍 有舍 必有得 明白吗 你今天舍失了一点利润 可能啊 你就放弃了一大波的一个亏损 就是狼眼的一个判断啊 就说啊 如果你能够相信狼眼的话 相信你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投资者 在下一次的牛市当中啊 也能跟随狼眼进行一个逃顶 一起赚钱 好了 废话不多说啊 大家没点关注 点点关注 点了关注的话 请点击小铃铛 我每次发消息的时候 你都能第一时间能够收听到狼眼的节目 好了 添加狼眼小兔里微信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